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是7月30星期四 我们已经到了以赛亚书第60章了 我原来没想到会这个瘟疫会这么久 也没想到会真的在瘟疫中把以赛亚都快讲完了 以赛亚只有66章 那从60章开始呢 他是基本上把耶路撒冷的荣耀 或者是教会的荣耀呢 把他整个给描述出来 所以60章开始这边说 星期发光 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 这里是对他的百姓 对教会 对这个旧约的教会 然后对新约的教会所发出的这个 我们会说旧约怎么会有教会 旧约有教会 所谓属神的地方 属神的敬拜神的地方都是教会 但是这个旧约的教会 旧耶路撒冷呢 是一个上帝要整个整修 所以这边谈的是 教会从耶稣来开始 一直到最后 耶稣降临的时候 他整个的延续的光 那那个光是基督 他已经临到 耶和华的荣耀发现 照耀你 所以当基督来的时候 他就说我是世界的光 看那黑暗遮盖大地 幽暗遮盖万民 耶和华却要显现 照耀你 他的荣耀要陷在你身上 主单独独的爱他的教会 这个世界是黑暗 但是我们不断会在这世界中成为光 这个大地是黑暗的 但是主却与他们同在 万国来救你的光 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 这边谈的是教会成了万国的光 世界各国 我们已经看到在教会历史里面 不断的有君王 相信神 从罗马帝国的君王 到后来神圣罗马帝国的君王 后来到欧洲的君王 到现在世界各地 还是有很多属神的 这个万国的百姓 祂的主的光在世界各地 你举目向四方观看 众人都聚集来到你这里 你的众子从远方而来 你的众女也被怀抱而来 主的国 主的门徒 主的百姓 是从世界各地而来的 我们真的想到 到了路德的时候 到了加尔文的日内诺瓦的时候 都是这些属神的君王 属神的帮城的领袖 在保护着教会 在把神的百姓 从四方带来保护他 那时候你看见就有光荣 你心又跳动又宽敞 因为大海丰盛的货物 必转来归你 列国的财宝也必来归你 这个你可以明白 当以色列人在旧约的时候 看到这个 他们会以为是 我国的荣耀 以色列国的荣耀 可是主在谈的是 他教会的荣耀 是那个新耶路撒冷 那个真以色列的荣耀 而不是属地的以色列 所以你可以想象 以色列人他们读了旧约以后 觉得他们在等这一天 我们以色列国要发财了 今天的以色列国的确是复国 而且经济也不错 但是这毕竟不是在谈 这个属地的以色列 而是在谈属天的 这个真正属灵的光 要领到 成群的骆驼 这边全都是比喻了 米殿和以法的毒风陀 必遮满你 十八的众人都必来到 要奉向黄金乳香 又要传说烟花的赞美 这个当然这全都是比喻 从世界各地的人 要来把他们的宝物 把他们的财物奉献给主 几大的羊群都必聚集 到你这里礼拜约的公羊 要供你使用 我在坛上必蒙悦纳 我必荣耀我荣耀的殿 这个世界各国都要来的 这边只是把中东地区 附近的这些城市地区 稍微提了一下 那些飞来如云 如鸽子向窗户飞回的是谁呢 所以他又在比喻 他在 他不但在做一些这种 像诗人般的这种比喻 他说这些飞回来的是谁呢 他说众海岛必等候我 首先是踏实的船只 将你种植连他们的金银 从远方一同带来 所以世界各地的百姓 要来加入主的教会 要进入新耶路撒冷 都要为耶和华你上帝的名 又为以色列的圣者 因为他已经荣耀了你 足使耶路撒冷戴上的荣耀冠冕 外邦人必建筑你的城墙 他们要保护你 城墙是来保护的 他们的王必服侍你 我曾发怒及打你 现今却施恩连续你 所以我们看到 自从教会在慢慢建立之后 我们是不断的会有逼迫 主的百姓一直会受到逼迫 可是在这个慢慢 主的国的慢慢的成长里面 我们看到甚至看到 这个路德的这个改教 若不是有德国城邦的帮主们 来帮助他保护他 他的改教也不能成功 所以这我们整个看到是 神的百姓上帝就兴起君王来保护他们 那一直到如今 主常常在这个地上就是这样 施恩连续属他的百姓 是我们知道还是某些地区会有一些 不实的所谓的逼迫 但是整体在神的教会里面 我们今天教会能到世界各地 展开福音的工作 全都是这个主的保守联名 他说你的城门必时常开放 昼夜不关 这边开始把地上的这个教会 开始与新耶路撒冷天上的教会 整个的开始连接起来 他不再有断裂了 这个城门呢 我们想到在 启示录里面提到的这个 这个新耶路撒冷城门是不关的 昼夜不关 神把列国的财物带来归你 并将他们的君王牵引而来 哪一帮哪一国不侍奉你 就必灭亡 也必全然荒废 这到最后就知道 所有世上不负施主的 必灭亡 永生是在基督耶稣里的 只有信耶稣得永生 不致灭亡 所以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了 若不在主的这个道里面 不在主的教会里面 不侍奉他 就必灭亡 也必全然荒废 黎巴嫩的荣耀 就是松树 山树 黄阳树 都必同归你 要来修饰我圣所之地 我也要使我脚踏之处得荣耀 他们以这人一读就觉得 这是 实际在讲要盖圣殿 这些黎巴嫩的 这些树要来盖圣殿用 可是主还是比喻 这是所有最好的材料 主要用最好的东西 来建造他的教会 其实就是他的百姓 那 树来苦待你的 你的子孙都必屈身来救你 藐视你的 都要在你脚下跪拜 他们要称你为耶和华的臣 为以色列圣者的喜安 我们是真正属生的 你们 你虽然被撇弃 被厌恶 甚至无人经过 这个 主真的在 以色列圣亚的时代 主好像感觉撇弃了 属他的百姓 可是我却使你 变为永远的荣华 成为雷代的喜乐 你也必吃万国的奶 和君王的奶 这是他如养你们 所以这边不断使用 使用比喻来表达 上帝要如何照顾 他的百姓 你便知道我 耶和华是你的救主 是你的救赎主 是雅各的大能者 这个 万国来保护 来守护主的道 这个甚至在 Constantinople 君士坦丁堡 我们就看到 他有一千年 上帝保护他的教会 在这个君士坦丁堡 他一直是 我们后来所谓 东正教的这个中心 但其实他就是 原来有西罗马主教 有东罗马主教 上帝兴起各地的 你如果读教会历史 这是一个非常 令人惊奇的 本来是如此被逼迫 被撇弃 在以赛亚时代 被巴比伦王 压迫的属神的百姓 在整个教会历史里面 却看到 神的百姓到了各地 主就儒养他 主就照顾他 他派各地的君王 各地的 这些属神的领导人 他们信神之后 他们保护主的教会 然后呢 他说我用金子代替铜 就是全部升级了 银子代替铁 铜代替木头 原来是铜的 我用金子 原来用银子的 我用铁 铜代替木头 拿铁代替石头 并且以和平为你的馆长 就是全部在主基督里面 旧约所有的这些比喻的东西 全部升级在基督里的 并要以和平为你的馆长 这在这个以赛亚前面就已经讲了 他要来 主耶稣要来 他是和平的君 他是公义的王 以公义为你的监督 你地上不再听见强暴的事 境内不再听见荒凉毁灭的事 你必称为你的强为拯救 主是从我们的拯救 称你的门为赞美 日头不再做你白昼的光 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 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 你上帝要为你的荣耀 所以从地上的教会 慢慢他就把你 以赛亚看到了天上的教会 天上的耶路撒冷 在启示录里面也看到 约翰也在启示录看到 耶和华作为他永远的光 以赛亚也看到了 未来将来最后的荣耀 你的日头不再下落 你的月亮也必不退缩 因为耶和华必做你永远的光 你悲哀的日子也完毕了 你的居民都成为义人 是吧 这所有在天堂的人 最后都是因信称义 被主成圣得荣耀的人 他不再有坏人在当中了 永远得地为业 这个全地被更新 全地被火焚烧之后更新 耶路撒冷从天而降 把整个全地翻新之后 全部都给属神的百姓 这是我所种的栽子 是我所的工作 使我的荣耀 自小的族要加征千倍 在以色列中最小的族 是遍雅敏族 后来却出了一个保罗 你就知道在基督里面 原来是被 可能被遗忘的一个小族 遍雅敏族 可是这个大树的扫罗 原来是遍雅敏之派的 他就成了我们今天新约 最荣耀的一个使徒 他所写的所有的神学 真的是增加千千倍 这个比原来小小的遍雅敏之足 那你可以想象 所有的荣耀 在所有的 在主里面 在主的荣耀里面 所有的人 如此的增长加倍 为弱的国 必成为强盛 我耶和华要暗定期 述臣这事 这个事情呢 主一直在跟我们说 他必来 他必快来 当然有的时候 我们觉得主很慢 那彼得也提醒我们 他不是拖延 他不愿意任何人灭亡 那他在等候 他在给我们 他在使我们有悔改的机会 但这个事情要成就 这个事情 有的时候又觉得很久 这个瘟疫都拖得很久 可是有的时候又觉得很快 特别一下子已经七月都过完了 所以时间的快慢呢 实在很难感受 我们只能说主应许的 必突然临到 他应许了这么久 这是必突然临到 那当耶稣来的时候呢 以色列人也吓了一跳 他真的就来了 那今天主耶稣 我们在等他再来 我们最好也是准备好 免得我们被吓一跳 所以这是主要完成的事情 教会要得荣耀 要兴起 要发光 我们今天看到这六十章 我们一起祷告 主我们谢谢你 给我们这样的盼望 在瘟疫中 在这个患难中 主我们等候 那个属天的耶路撒冷 真正的降临 但在教会历史中 我们已经看到 这样的预言 已经渐渐在应验 已经渐渐的在成就 他虽然还没有完美的成就 但主你的话 必不落空 我们在这里等候你 我们在这里 甚至在美国 今天还是享有相当大的 敬拜神的自由 所以我们都感恩 你兴起的这一些的政府政权 所以我们可以在 敬拜神的过程中 不至受逼迫患难 主 谢谢主 我们还是为一些 还在因着信仰受患难的 国家来祷告 特别是我们的 我们自己的祖国 我们的血肉 中国 主 我们还是为他们祷告 那里有许多 属里的百姓 他们就会碰到各种的 不同的压力 主愿你自己保守看顾他们 主也真的兴起他们 使他们在中国 也在黑暗的世界里面 继续发光 谢谢主你的爱 谢谢主你的应许 恩典 保守看顾我们 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好我们今天到这儿 我们明天见 谢谢主